對於這個鳳梨的這個事情 現在中央跟地方都很打拚的來買鳳梨 教委會怎麼有叫叫包來買 不過美國叫包買鳳梨之後 是美國發令這個請願的鳳梨是沒辦法進口 定義是吃飽 我們怎麼引起一些志願 中國禁止台灣鳳梨 中央地方作定來菜買鳳梨 教委會也好到叫包來到三天 要讓世界看到臺灣鳳梨 美鳳在美國的臺灣人這支菜買鳳梨之後發映 親的鳳梨根本沒辦法進口美國 應快美鳳這次的聲音 因為教委會根本是在做來保衛選團 到昨天晚上為止 也統計了大概有六十四萬噸 這個六萬四千多公斤 這樣的一個採購的這個數量 大概有二十個貨櫃左右 新鮮鳳梨不能進去 我們可以透過加工製品 或者說有些僑胞 他願意捐獻給臺灣的工藝單位 我想這都是可以來做的 對無法進口親的鳳梨的國家 教委會高雷 以北鳳梨的加工品來出台 也習慣出來做公議 當時經濟修正文宣 說可以多消鳳梨的國家 分別是日本、韓國、馬來西亞、 加拿大頂國家 對政府高雷 教保要鳳梨的算是吃不到 國民黨經理批評說 這個看法是政府之前的欠責 那這件事情就凸顯了 這個蔡政府他在處理事情的照鏡 還有他只想做大內宣 連鳳梨不能進美國這件事情 都沒有先弄清楚 然後梗圖就急著要做出來了 那我想這個是完全凸顯 他執政很荒謬的一環 臺灣剛才中國市場 也這次前進行南鄉國家 幾乎一六年又成立台農法公司 英農產品國家隊 來提供臺灣農產品出口 國民黨開出授記憲息 這幾年來的公司 料情情嚴重 這次王來事件 還沒看到台農法 有聯合印本作為 和有政府應該開出 各個具體行動 協助穩定外銷市場 記者國產黨中央一旦把報告